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悲剧的承受者 怪之怪造化弄人 一个典型的封建就是女人 遇到了新潮思想的男人 我们生气 但是有无力抗拒 她是鲁迅的原配夫人 28岁嫁给了鲁迅 却一直到69岁离世 从没有和鲁迅有过一次婚爱 甚至近距离接触都是少有 嫁给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 就像给自己一个牢笼 困居自己一生 对于这个女人 鲁迅说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 不是我的太太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付有一种赡养的义务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个女人就是 朱恩 一 家有一女 吉士安 你叫朱恩 家有一女 吉士安 西风古柳子 偏偏少年 朱恩不禁为这个男孩心动了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这样的心动 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朱恩生于1878年 绍兴城里的大户人家 父母对他的期许不大 只希望他能安稳平静一生 所以 以安取名 安静 安心 安稳的意思 只是连他的父母也没有想到 他这一生真的静如死水 困居于情势之中 为起半点波澜 二 心旧思想的碰撞 朱恩受的事就是教育 从小就为贤妻良母做准备 性格和顺 修炼不争不怒的本事 生于大家 他学习一切持家的本事 做针线 家务 烹饪 但从不进学堂 不识字 也不会独立的思考 周家老太太对朱恩是满意的 安顺 耐贤 能持家 但是鲁迅不同 他对于旧事的一切都是反对的 裹小脚 不识字 包办婚姻这一切都是鲁迅厌恶的东西 所以虽然定了婚 他还是留下 话 东 本留学了 这句话就是 结婚之前先把脚放了 学习知识 这对于朱恩来讲无疑是冲击的 因为从小他的教育是 好女子是要裹脚的 为了能够得到未来丈夫的喜爱 朱恩从来没有汗过一次痛 女子无才便适得 他学习过真秀女红 却从不能识得一个大字 可是他还是照做了 小脚没办法改变了 就去拼命去努力学习知识 就为了迎合这个未来夫君 只是可惜 整整七年 也没有等到鲁迅回来 朱家的女儿本就大了三岁 朱家对于婚事终归是急切的 等到朱安二十八岁的时候 朱家老太太没办法交代 只得骗儿子回来结婚 朱家给鲁迅发电报 母病诉回 当鲁迅匆匆赶回后才发现 家中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当老太太从家里穿住一身大红服装 喜乐呵呵的出来时 惊恶之余的鲁迅 恍然明白了 这是要结婚 这个婚礼朱安等了太久 因此 凯特他并没有完成丈夫定下的目标 放脚和学习文化 上轿的时候 他特意穿了一双大鞋 在鞋子里塞满了棉花 下轿 却出了丑 慌张中 鞋子被甩脱 擦帐红住脸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狼狈的在大家的帮忙下 在鲁迅的面前 穿上了鞋子 就这样 这两个新旧思想的代表 结了婚 三 无性无爱的婚姻 也许是因为被骗结婚 也许是因为对朱安真的提不起感情 鲁迅对他的厌恶愈发明显了 结婚当天 他就磨蹭在母亲房间里 不想回去睡觉 后来 他干脆整天整天地躺在书房里看书 对朱安不闻不问 第三天 鲁迅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 离家去了日本 这一走 就是五年 朱安也许连新婚丈夫的样子都没记住 就开始了孤寂的媳妇生涯 夫为七刚 周家给了他一个婚礼 一个名分 他便安于一切 而且他以为他伺候婆婆 打理家庭 夫君就能回心转意 他也以为五年 总能得到夫君的认可 可事实证明 他错了 哪怕鲁迅后来从日本回国 也依然没有正脸看过他 他的一辈子都在为周家操持 一辈子守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心 一辈子独自一人 一辈子无姓无爱 四 有名无时的婚姻 1919年冬 鲁迅 母亲 朱安 和周建仁一家 周作人一家 从绍兴迁居北京 入住西市门内八道湾十一号院 建立了一个大家庭 全家虽然团聚了 然而鲁迅与朱安 仍然形同路人 即便擦肩而过 也是相忘无言 1923年下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 鲁迅决定搬家 征求朱安的意见 是想回娘家还是跟住搬家 跟住你 朱安想 一旦嫁了人 可是要一辈子的 怎么能回娘家呢 几个月后 鲁迅买下了北京富城门 一处宅子 周老太太和朱安 跟随一起搬了进去 朱安掌管住 整个周家的财政支出 是周家的一根重要支柱 但主持家务的他 每天却只能和鲁迅 有少得可怜的三句日常对话 这是今天的支出 这是今天购买的物品 嗯 据说 他们连出现在同一场所的 可能性都很低 就连脏衣服 也只是鲁迅放在一个地方 朱安去拿 等洗好后再放回人处 鲁迅去取 每一个深夜 他都幻想住有一天 鲁迅可以出现在自己的房前 和他一夜欢好 他幻想住有一天可以母凭子贵 可等他老了 他才明白 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他说 他怎么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他爱丈夫 忠诚于丈夫 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 但是他不懂得他的心 不懂得他的事业 五 我待他再好 也是无用 朱安曾经对别人说过一句话 我想好好服侍他 一切顺住他 将来总会好的 面对冷淡 他如此平静 直到 直到鲁迅和徐广平在上海结婚 开始同居之后 后来 连对自己颇为照顾自己的周老太太 似乎也对自己冷淡了下来 朱安终于心冷了 朱安曾经凄凉的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 我想好好服侍他 一切顺住他 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乌牛 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爬得虽慢 总有一天 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 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 也是无用 是啊 在他的世界里面爬了一辈子 却一直没有办法与他比肩 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高度上 你做的一切 他看不到 也不想看到 六 一个时代的悲剧 鲁迅薄情嘛 是 也不是 新潮思想和就是思维大冲撞的时代 朱安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罢了 从婚姻上来看 朱安孤独了一辈子 可在包办婚姻上来看 鲁迅何尝没有委屈 他们两个人 不过是这个时代悲剧下的产物而已 那段期间 很多新潮思想者在包办婚姻里选择了离婚 但是鲁迅没有 因为在当时的绍兴 对于被修的女人来说 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这种伤害 对于旧思想的朱安来说 比无事还大 所以归根结底 鲁迅也好 朱安也好 其实都是在演戏 配合那个风铃激荡 倾旧观点冲撞的时代演戏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小人物 无法左右世俗 便只能安安分分地演好自己的戏份 所以只能这样有名无实地度过一生 七 小女人 大担当 世人都说朱安的懦弱的 卑躬屈膝了一辈子 可是他却有一身傲骨 1936年 鲁迅去世后 朱安做了一辈子的小女人 没有能力赚钱 所以家庭支出 纯靠徐广平和周作人救济 但是周老太太病逝后 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 因为他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他不愿武力大先生的想法 那时候 社会动荡 物价飞涨 朱安的生活十分辛苦 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 菜汤和几样自制的烟菜 即使这样 也难以维持 但朱安始终拒绝接受社会捐资 一次 有个报馆的人认证他一笔钱 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一作 他当场表示迅血不收 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一作 不久 又有个艺术团体的李市长 要送他一笔钱 他一碗血 宁可清贫 也不便卖夫君的遗物 八 维任生生不复相见 朱安说 大先生带我是很好的 我们没有吵过架 他说 许先生也带我极好 他是一个好人 他懂得我 委屈的久了 一点点好都容易满足 他一生 无性 无情 无爱 无子女 无人懂 无人疼 甚至 无自怜 像野外的草 自生自灭 他根本都不愿意为自己争取 更没有想过 人间其实除了婚姻 还有爱情这回事 不知道人生一世 除了等待 还可以索取 可以转身 可以做许多事情 不知道他的人生本可以更加秀丽多彩 1947年6月29日凌晨 朱安逝世 孤独终老 鲁迅死时 朱安在北京的宅院里设定灵堂 一身校服 为鲁迅守灵七天七夜 朱安去世时 他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在遗嘱中说 灵救回南 葬于大先生之旁 但他被葬在了北京西直门外宝福寺村 鲁迅曾说 他是我母亲的太太 不是我的太太 也是讽刺 朱安死后又和周老太太葬在了一起 与鲁迅远隔千里 没有墓碑 没有名字 更没有人来祭奠 如果没有徐广平透露 后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个生命 极美在光阴里 朱安的婚姻无疑是一个悲剧 但又能怪谁呢 只愿下辈子 朱安不要再遇到鲁迅了